今天下午5点是UCLA放榜的时间 哎呀 我刚才一看到这个时间啊 赶紧跳起来 无比激动 要去看看 我们的儿子到底是有没有着落 现在几点了 是不是差不多到了 是5点了 等一下 反正它应该不会准时的 今天我同学跟网视UCLA的网站直接就坏掉了 太多人上了 那现在时间到了吗 5点到了 但是我等一下 来看看吧 好像很激动的 但是现在没有 现在这个网站没有 我们今天晚上会把它 试图修好 它崩溃了 它都没上来 全世界的人好多考UCLA呢 如果发码的话 它会email通知你 是不是 有些会的 像UCI就没有email通知我 UCSan Diego 他就email通知我了 你有一个更新 我们刚刚更新了你的账户 你上我们网站上看一看什么情况 那UCI呢 UCI他没有告诉我 我自己去点的 因为我同学跟我说嘛 今天放 UCI你已经通过了 但是他没有告诉你 对 他没有告诉我 所以我就点了它 它在网站上面 看一下 看一下 刚才那个Concred Nation的是哪里 是吗 更快说的 像是UC Davis 那把这边打开 然后在这边登录嘛 那这边有一个大绿的 就是接受你的我们的offer 放弃你的offer 这个地方不要拍 不要拍 不要拍 哦 进了 真的啊 对 太好了 太好了 UCLA 恭喜你进入UCLA 14万6千个学生 哇塞 好 恭喜你啊 哇塞 这个真的是蛮激动的 太好了 太好了 UCLA被号称为是全世界最难进的公立大学 我还是进了 啊 急得吗 14万多的人 14万6千个人 申请了 然后呢 有多少人被录取啊 我不知道 他们也没有写 你可以往上直接查一下他们的录取率啊 太棒了 太棒了 开始了 大家好 每年的这个时候 很多家庭都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 在等待着大学的通知 确实都说大学是孩子人生的起点 另外受到大学的offer 也是在对他们的少年时代 无数努力下的一种肯定 相信很多家庭在孩子申请大学之前 就已经提前做好了各种的攻略 孩子也一定有了自己的梦想大学 我们家也一样 从三月份开始 offer一个一个的来 我们也不忘了接二连三的 向国内的老人报喜讯 那老人都会免不了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大学好不好啊 排名第几名啊 这样看似淳朴的问题 但实际上你真要回答起来 似乎并不那么容易的 首先是世界上有好几个机构 都在做大学排名 顺序呢差别还挺大的 另外你会发现 就是同一个机构出的榜单啊 世界排名和美国排名之间 还存在着矛盾 例如说同样是US News 出的最新的榜单 UC Berkeley在世界排名是第四 但是在美国的榜单里面 它显示的是第二十名 究竟哪一个才是靠谱的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科普一下 我罗列了一下 全世界知名度比较高的 也是比较权威的呢 一共有四个榜单 英国有两家 美国一家 另外一家呢是中国的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评估标准和策略啊 由于他们在不同纬度上的考量和权重 他们得出的结果呢就会有明显的不同 不能说哪一家更准确 但是结合自己的倾向 可以区分哪一个榜单 更值得参考 先来说说英国的两家 Quack Rally Simmons和Time Higher Education 简称QS和THE 对就念THE 千万不要学郭德纲啊 把人家SHE说成是涉月团 其实QS和THE之前是联合发布榜单的 在一起合作了六年 不到七年之养啊 在2010年 他们就分开了 分家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啊 但我估计 主要原因就是双方对大学的评分权重 有不可弥合的想法 例如QS认为 同行的认同感在大学的评分里面 权重占比应该比较高 而THE呢 认为学术性的东西才是硬实力 具体我们来看 QS的评分标准是这样的 看到没有 QS把同行评价和全球雇主声誉 这种非常主观的软指标 放的权重 直接占到了一半 咋想的呢 我猜 QS大概认为 人品不行 学术搞得再牛也是没啥用的 那如果你说 大学排名本来就应该凭它的学术性啊 但QS说 这恐怕会少了一些烟火气 例如全球雇主声誉 越是受到老板认可的 排名就越前 反过来讲 排名越靠前的大学的毕业生 越是受到雇主的青睐 在某种程度上说 这就反映了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啊 上面的评分呢 只能算是比较笼统的描述 实际上QS有12个分类的榜单 分别是区域性的 学科性的 时间性的 例如他们有全球建校不到50年的大学的榜单 还有就业竞争力的 总的来讲 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评估机构来的 这里附带聊一句啊 就是中国最近几年在各大榜单里面的大学排名啊 都有明显的进步 尤其是在QS上面 那么由于雇主青睐这个部分呢 在各大世界大学排名榜单里面 QS是独有的 也就是只有它反映了一个就业情况 所以 中国的大学在各大榜单里面虽然有进步 但是在QS里面的是极为的突出 我在想 这会不会跟国内的灵活就业有一定关系 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 那么QS的专业程度可能要打点折扣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国内的就业环境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再来看第二个 THE 相比QS来讲呢 榜单数量要少很多 而且屏风标准也相对保守 我们来看 教学研究 论文引用 国际影响力 产业收入 前三项 妥妥的是学术性硬实力 直接就占到了90% 那么这个标准看上去似乎比较简单 那实际上呢 他们是从13项综合分析得出的 复杂的运算方法 几乎涵盖了高等院校建设的所有方面 产生的结果呢 从学术性来讲的话 也是比较准确的 接下去我们就来聊一聊 美国的US News 它是2014年第一次开始发布榜单的 比前面说的两家要晚一些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实力 它的排名包括了75个国家和1250所大学 是当今认可都最高的大学排名了 它也有很多个榜单 其中研究生院的 包含硕士和博士的 全部按照学科和专业来分类 另外还有美国大学的本科排名和世界大学排名 我们常说的美国大学排名 实际上就是它的本科排名 并没有把研究生院列在考量范围之内的 而全球大学排名呢 就是大学的全面评比 像一开始我们提到的Yossi Berkeley 在美国大学排名里面是第20 而在世界排名里面第4 那就是因为它在美国的本科里面是第20名 那算上研究生院跟全世界去比拼呢 那就是第4名了 那么U.S.News也是侧重于学术和科研能力的 它的评分标准看起来比任何一家都要复杂 尤其可以注意到 从第8项到第13项 你看 引用次数最多的前10%中的出版物数量 有一个全周 到最后 在22个领域中 被引用最多的前1%的文章的数量与总数量之比 这一些都是在突出了对卓越贡献的科研成果 设置了额外的全周 最后再来讲一讲来自于中国的榜单 叫做软科世界大学排名 这一家的出生其实不简单的 它是跟前面比起来历史最悠久的研究机构了 简称是ARWU 是2003年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开始发布的 资历比上面的任何一家都要老 也是世界范围内首个综合性大学排名 2009年上海软科教育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了 并且接手了这一项工作 这家公司里面的几个股东 都来自于上海交大高等教育研究院的 刚开始的时候 公司的注册资本才10万块钱人民币 后来到了2016年才增资到200万人民币 与上面的几家研究机构相比 软科的评分标准就显得相当的骨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项目不多但很硬 我们来看一下 注意到没有 以上的指标都是公开资料 基本上属于是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都能够搜集到的 所以调研成本是相对较低的 这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注册资本只有10万块钱人民币的公司 就可以接这个活了 但不要小看这份工作 所谓四两拨千金知道吗 因为他们引用了像诺贝尔菲尔兹奖 自然和科学杂志上的成果 虽然简单粗暴但是相当的硬核 从学术评估来说 确实也是能够直接反映情况 那么说到这里 这一期视频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那么四个榜单究竟哪个好呢 女精的大学 在哪一个榜单里面排名最高的 哪一个就是最好的 我是Tim 欢迎订阅关注 感谢收看 拜拜